施肥你真的会了吗 今天会会要带你认知施肥的正确方式 很多话有问我 多久撕一次肥 这个回答 问法它是错误的 你要问 花多多多久撕一次 史丹利多久撕一次 其实不同的肥料它的使用频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的花多多以及美勒克斯类的素效肥呢 它是大概7天左右一次 但史丹利呢它的肥消息更长一点 它是半个月左右用一次 那奥绿肥呢它是属于缓式型的肥料 它的使用肥料器通常是在三个月以上的 那还有8个月的12个月的都有 所以针对我们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频次呢 不同的肥料是有不一样的用法的 那这种肥料应该怎么搭配才能让我们的花长得更好呢 有几个点 像奥绿肥或者养分肥 那我们拿来作为底肥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觉得不够它的长势 应该更肥美一点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选择一些素效肥 像我们的史丹利啊花多多啊 按频次去使用它 还有一些花友可能用的是一些其他品牌的复合肥 肥料你在哪里买的 你就问那个商家 这个肥料的使用频次是多少 夏季用肥呢 尽量浓度比我们的春季的浓度低个三分之一左右 因为夏季肥料的吸收是不够的 根系养出来之后再给它去施肥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肥料就能够很好的吸收了 所以关于施肥大家懂了吗 如果不懂的话也可以在屏幕下方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资讯我 各个的花园实现你的花园梦想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 拜拜